Leo聊事記天氣中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伊索比亞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 沈愛寫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兩位 八點鐘方向的米亥 選擇了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擁有升級時獲得100肉100斤的效果 但他這個能力的攻擊世代可以快速點下一擊射 手工秘入線是非常適合的文明 而且他的攻兵還有攻擊速度加成 後期也可以轉出大槍兵 三攻三防也沒有問題 後期的駱駝可以稍微處理一下 雖然沒有品種 但有這個跟蹤技術 再加上他的皇族血脈 皇族血脈可以讓重裝駱駝的防護力稍微提升一些 讓他的寶兵單位換到總是 也會稍微能抗騎兵一點 內伊索比亞人呢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跟攻兵路線 雖然有力彈射器可以讓他的攻城器 還有衝車火炮、弩炮 都可以讓他大規模的殺傷 但是單挑來看 還是比較常看到攻兵作為阻力的情況 後期也有大弱馬 也可以稍微能用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波西米亞人 波西米亞人特色呢 是他有免費的挖金挖石技術 而且他的生旅科技 擁有神聖思想跟宗教皇樂 可以讓自己的村民的血量更多 移動速度更快 作為他的經濟加成 因為後期的波西米亞人 等一下有福斯派改革 生旅的科技 全部都不需要黃金 變成食物就可以研發 那生旅的造價也變成肉就可以用了 那波西米亞人槍兵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槍兵傷害是非常高的 額外增傷效果 非常痛 所以後期可能是打槍兵 配寶兵這個波西米亞戰車 還有榴彈炮組成的機械化部隊 波西米亞的火槍兵呢 也可以在城堡時代就研發砲學的關係 所以也有這個波西米亞城堡時代的火槍爆的打法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兩邊的地圖 那這場比賽一樣是阿拉伯 看一下上方黃金 下方的黃金 黃金位置看起來很糟糕 兩個黃金都在正前方 右邊的話石頭看起來位置還不錯 後面有兩塊主金 不過家裡能守住的話 黃金的問題不太需要煩惱 但是中後期這兩塊黃金要怎麼防守是個問題 尤其是這塊金 怎麼離的對手這麼近 那米亥這邊也是 這塊金也是離的非常近 下面至少這塊金是偏下方還好 但他主金位置就不是那麼樂觀 而且偏前面的位置 那如果能往前稍微蓋出去的話就好 但是要特別小心喔 可能波西米亞會過來蓋城堡碰主金的問題喔 那石頭部分也是偏前面的 是不是那麼的好 那他另外守在後面就還行 好那這邊看到有人出兵了 這位選手是米亥 打的是17匹村民 點織布的棒棒開局 海拉雷村 海拉雷村 往前走啊 看起來是想要前置射箭場 有沒有可能是前置射箭場搞個什麼事情呢 看起來是想要搞一下果子 果子的地方開始圍家了 棒棒進到了命前 這也是三棒棒轉劍兵勇士喔 不是劍兵勇士 裝甲步兵 哇靠這個棒棒轉裝甲 果然前置射箭場 裝甲步兵 這個打法教學 我們的頻道內有教學一下 他的極限三級確實是17匹 18匹會比較輕鬆一點 17匹真的很極限 棒棒過來準備變裝甲 裝甲這裡的優勢 就是可以看到對方在蓋射箭場的時候 直接上去尻 人把他尻掉就很賺 但是這裡看來是沒有打算尻的意思 那為什麼要尻這個射箭場呢 正在蓋了建築物的時候是沒有任何防護力的 所以敲建築物的速度會再更快一些 這邊直接想要繞到後方的黃金 黃金沒有挖 看起來是沒挖喔 黃金沒挖 這邊要直接按弓兵 而不是轉毛兵喔 弓兵加上裝甲 米亥這位選手 是在這場系列賽裡面 是米亥打爆viper的一位玩家 那viper沒想到輸給了米亥 算是一個很神奇的結果 有可能是因為viper 最近他老婆要生產 他的兒子還是女兒 已經出生了 所以有可能心不在焉吧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對比賽也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算重視嗎 或是有這麼多的心力 放在比賽上 肯定是會為了小孩喔 所以viper這次輸給米亥 我覺得算是情有可言 這個時間點太不剛好了 在人生的高光時刻 高光時刻 重要時刻的時候 還有比賽要打 是我可能也沒有心情打 那還是很勝利的小孩出勝了 恭喜viper 所以viper已經被淘汰了 稍微講一下 最近有觀眾在問 好 那米亥這把是選擇了 伊索比亞 然後對到了波西米亞 兩邊都有克制對方的方法 而且伊索比亞投實車 打波西米亞戰車也是很好搞的 尤其是後期中投配上扭力殘射器 或是重投 戰車也是絕對好用的 好 但波西米亞打一個防守式 毛兵出來 攻兵現在被打著 兩邊沒有大規模的交戰 都是小打小鬧 好 這裡點下一擊射 現在裝甲步兵受到毛兵的傷害 就會比較痛了 變成一發兩滴了 這裡這樣稍微拉打一下 裝甲步兵還是容易被擊殺 喔 波西這波戰毛兵受得很漂亮 操作怪出現了 一直操作一直爽 這裡沒有要回頭 這裡回頭就會被打 好 又可以回頭了 先回頭打下攻兵 又回頭打下裝甲步兵 又收掉了一隻 這就是為什麼會影片裡面 我提到說 裝甲步兵非常不適合現在的開局 你看打了三裝甲上去 現在連一級伐木一級牛都點不下 怎麼打 所以波西米亞這個打法很穩定 所以這個裝甲教學 算是一個比較 太想教的東西 但是有人想學 那還是當作我們的會員福利 教給大家 最近會員的教學影片 還會再新增更多各式各樣的教學 下一步很有可能是這個 弱馬轉攻兵的教程 那這個教學也算是 比較實用的 而且操作難度比較偏大一點 好 攻兵這邊高低 來看一下這波交戰 OK 哎呦 直接又收掉 好 上面高打滴 能夠拿下嗎 能夠拿下嗎 哎呀 拿下了 好 這邊 攻兵手 要測一下 測一下 那現在看起來 伊索比亞人 是擁有主動權的 因為弱馬已經出來了 弱馬出來 這些毛病應該也是很難受 那這裡有一隻弱馬護駕 這邊要打贏的話 至少再按個兩三隻的弓兵 還有這個弱馬才行 好 但這一波弓兵出來 直接開射 差點抓掉一村 伊索比亞人突然的 殺出來 這裡的兵要回頭嗎 這裡回頭的話 可能被弱馬追打 好 弱馬這邊直接上高低 高打低 底下的弓兵 先被弱馬開打 結果弱馬火了下來 後面回頭打下 弱馬弓兵解掉 這裡毛病輕鬆鬆鬆 就守住了 OK 伊索比亞人這邊 先弱馬追蹤按 不然使這邊的支援量 很足夠 但是看起來好像要花一點才行 直接補劍塔 OK 補劍塔 這包取消 我總覺得取消比較好 當然他不想要放棄這個墓區 因為這個墓區被控住的話 就要跑到左邊去伐木了 左邊這裡也沒為好 也是蠻危險的 好 好 那這邊打算沒有要放棄這個劍塔 那劍塔的話還是可以站在這個位置 稍微騷擾一下 好 這裡找出了一些毛病 現在有弱馬 就有 那一方就有優勢了 弱馬配弓兵 來了 這個最強的配兵打法 雖然迷害這一把是弓兵轉弱馬 好 好 對手 Balance 現在是選擇了 把家裡先圍死 敏害的弓兵 來到了八隻 肉馬三隻 Balance是五隻弓兵 兩隻毛兵 現在這裡已經準備要來提升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肉捆的還不夠 雖然這裡手動防肉 但是肉還是差了一些 稍微轉村一下 好 再次放肉 OK 可以點了 好 城堡時代補下 米亥 伊索比亞人 這邊因為點了太多的肉 所以現在升級時代上 落後很多 這位落後的時候要趕快補下四隻 四隻要補哪個位置呢 我覺得補這邊不錯 這個洞剛好四個補起來 現在米亥之前上是 看起來有點糟糕的 可能要靠一下買賣喔 波西米亞這邊有挖石頭嗎 有 稍微挖一下 一個人開挖 可能不是要打戰車了 城堡時代波西米亞戰車是一個很難產單位 不然是要打肉馬騎士 數量一多起來也是能打 那波西米亞戰車 沒有要打的意思 我要打的話 這裡就要趕快拉村民去拔木了 這裡挖黃金的村民怎麼這麼多啊 十四隻村民啊 有點爆量了 倒是有可能打生鋁戰嗎 波西米亞城堡時代打生鋁戰 並不是這麼的優勢啊 尤其是對工兵聞名 這邊市集不下 稍微買賣一波 哇這裡買賣一堆資源 把石頭也賣掉 果然還是要賣石頭 不然太慢升級了 好那這裡有看到對手分數這麼低喔 就已經意識到 對手已經早早點下城堡時代 自己雖然打出了主動權 但是時代落後的非常嚴重 好波西米亞生到城堡時代二級射 奴兵給我們下去 沒有漏 那田有點少 好後面補了一個大學 要直接上彈道學還是化學嗎 那波西米亞也是唯一一個 可以在城堡時代讓奴兵變成 8.3害的文明了 好攻擊力現在是4加2 他會聖奴兵變成5加2 5加2 5加2 再點下化學 就可以變成5加3 8點傷害了 但現在波西米亞人 先是點下了彈道學 而沒有先開城鎮中心 打的算是比較兇一點喔 偏軍式的 但是這個射箭場 工兵是一直斷 這有點不太懂喔 他這個 打法有點尷尬 正的有點多 對 結果裏面是工兵不是毛兵 B 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家裡有非常多工兵 這邊過去可能打不贏 因為工兵次量太少了 B 這邊是 單射箭場 哎呦 工兵插身而過 有沒有搞錯 哈哈 兩邊真的是插身而過啊 好 這坨工兵沒有直接往前走 好像有看到了 工兵在家裡繞 稍微拉走一下 工兵直接到後方 開TC呢 左邊要直接圍死了 哇 這裡也不能不好開城鎮中心喔 這裡有個高地 對啊 開TC的話只能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不是那麼的好 好 那現在對手彈道學的關係 自己要打贏的話有點難 除非往前貼近 那我是覺得自己工兵數 讓我優勢的時候 直接對射往前貼就好了 雖然有可能會被這坨秀爛 那如果不貼近的話 沒有彈道學是很難打的贏的 好 現在一手BIA有工數的優勢在 對射一定不會輸 喔 抓掉了一村 好 正面這裡也是一坨工兵 對撞 在家裡有點難打 先轉個綻毛 對方工兵數量真的太多了 好 這邊上高地 米亥這邊抖動工兵 抖得很漂亮 躲掉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兩邊都有抖動 OK 這邊再繼續躲喔 躲掉了一些 喔唷 瘋狂抖動 但米亥表示不想抖了 最後讓他原地射吧 也確實射倒了非常多的單位 最後抖了個寂寞 不過巴南石最後是死了 哇 最後只是死了一隻工兵而已嗎 只是兩隻而已 好 這裡轉戰矛 家裡沒有補射箭場 而是補了工程器製造所 石頭已經開始開採 最終看起來還是要打戰車啊 確實打一手VR轉戰車是非常輕鬆的戰術 戰車也是新手殺手 有位輾過去的寶兵 單位 波西米亞戰車 好 遊戲時間來到27分鐘 現在伊索比亞工兵存醒了 24隻 TC還沒有開下去 待會還是要先趕快往外開TC 會比較好 像這個位置喔 TC要趕快開 這個位置也是 所有的礦點都是偏前面的位置 不過城堡能往前插 碰住足夠多的礦點 到遊戲中後期喔 尼亥會更具有優勢一點 那巴拉斯這邊城堡也是很關鍵喔 第一個城堡要蓋哪個位置 結果這裡可以蓋寶了 同時車 砸了一發 有可能點掉嗎 攻擊速度之快 這個奴兵 拍到了 臭命雖然發呆 但是沒有被射掉就還行 這裡想要頭 抓掉了伊索 最後同時車直接砸掉大量的工兵 殘血的工兵直接被戰寶拿下 右兵又一頭工兵來了 但是這裡有箭塔 好 第二個箭塔也建起來 這個箭塔建起之後就沒問題 城堡決定蓋在正面的位置 這個城門要取消嗎 沒有取消 哎呦 結果剛剛不把村民放出來 好像可以射個幾發 OK 這邊可以放 現在戰車準備成形 再來Pushimia 經濟上來說是稍微領先 對手500支援 你看這邊的支援數 稍微有點落後了 紅兵高打低 但是戰矛擁有自己天生的 攻擊屬性 打工兵增上的效果 低收拿下這頭工兵沒問題 紅兵加4點傷害 OK 最後兩邊沒有要操作 頭石車出來了 那伊索比亞遇到戰車打法 最好也是轉頭石車應戰 不然Pushimia戰車打工兵的傷害 是非常痛的 這個基本就有10點傷害 而且是超多子彈噴出來的那種 選防又高 現在迷害 二級伐木 點好了 還以為他取消 沒事 迷害地上的TC 往外補 一個補在裏面 後面這裏有洞 想不到吧 他可能以為這裏是墓區啊 但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洞 但這邊已經看到了 上面其實是有洞穴的 好 好現在配兵組繩 戰車配駝車 工兵開始被取代掉了 反而打了一坨工兵配彈道學 反而不出 工兵了 好這邊走進來 駝車在後面 打了一發插邊球 好 後面三隻工兵 繼續往內深入 家裏沒有兵可以擋嗎 你看 家裏沒有摘毛病的升級 只有一半的工兵 頭車過來守一下 好 村民要被拿下 兩隻村民被收掉了 頭車拍了一下 打了一隻工兵 好 打掉了戰毛兵 戰車 來了 誒要來插寶了嗎 哇 真是要來控祖金 但要不要控這位置呢 直接控城鎮中心 好 決定還是要控黃金 黃金控起來還是比較舒服 好這坨兵又走進來了 你看家裏現在防守的其實還不錯 這裡都是劍塔 工兵單位不太可能從這邊直接走進來 提示出來 想要換頭車 頭車兩邊互換 這樣我們就不虧 還換到了一隻騎士 好戰車蓋起來 來這裡用城堡擊殺掉了一些村民 好賺好賺 哇 揮爆 後面直接遠地伐木吧 波西米亞這個打法 非常缺 木頭 好 地獄3已經補下了 哎呦 這裡又拍掉了 哇 這個頭車就守住了 相當舒服 好現在迷害家裏的狀況是3TC開農 待會要防守對方的投石車 這個波西米亞戰車可能不太好守 因為他也沒有救贖思想 只能用火炮或者是投車作為主列 去防守對方的戰車 好現在黃金點果然被控 發生死激進狀況 並不是 這麼的好 因為他的經濟 現在是有一點 挖太多石頭了 看起來支援量已經很多 確實是已經蠻多了 但是他的支援量 大部分都是在挖手的關係 所以沒有到非常好 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投石車能修回來嗎 哇修不回來 戰車直接打完 臭民直接上前開扁 哇這個戰車給的壓制力太強大了 欸怎麼 投石車家裡沒有嗎 這裡家裡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投石車只能從野外去製造出來 哇這個投石車沒有感覺爆開了 經濟應該跟不上了 這裡有可能會帝王寸退 實在差距有點遠 黃金還被控住 兩個黃金都沒有辦法好好挖 欸這個可以挖欸 不挖了 這兩塊是不能挖 OK 看家裡經濟 已經遭受到重擊 戰車直接開了進來 果然是一個帝王寸退 我們恭喜巴安斯拿下比賽勝利 哇沒想到 伊索比亞直接被巴安斯的戰車給撵了過去啊 那伊索比亞這一波的打法前期 算是蠻好看頭的 三隻裝甲 剛好伊索比亞的升級也是很適合裝甲升級 但是後期經濟果然是有點被拉開了 戰車一出關變之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波西米亞這邊拿到史無上流的森林 黃金也贏了一些 石頭贏了甚至2000 這2000資源都是贏在石頭身上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來看一下 似��게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